今天为大家介绍美国波士顿 1630年英国清教徒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个城市 就是波士顿 这里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 不只有浓厚历史背景 同时也拥有全球著名两所大学 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在1636年成立 是美国第一所高等学府 也是波士顿必访热门景点 世界文明的怀德纳图书馆 是哈佛大学最大的图书馆 为纪念1912年铁达尼传难中 尼难的哈佛学生怀德纳 他的父亲捐钱建立了这座图书馆 并以怀德纳名字命名 中央广场约翰哈佛雕像 传说摸了雕像的脚会幸运 因此被摸得闪闪发亮呢 沿着查理师河 来到MIT麻省理工学院 成立于1861年 这个全美最佳工学院 截至2015年 已经诞生了84位诺贝尔奖得主 是立工学院最高殿堂 MIT建筑与规划学院 是全美的第一所建筑学院 设计不少风格前卫建筑 最具象征性的10号建筑 The Great Dome 仿罗马万神殿的圆顶 所设计的图书馆 外形也被MIT学生 校称是宇宙中心 2004年落成的 史塔特科技中心 由德国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建筑师 法兰克·盖瑞所设计 充满各种角度与不规则形状 倾斜设计引人注目 也成为学校重要景点之一